Hello 各位觀眾你們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來到這個單位 邀請到張先生為我們介紹一下他這個單位 首先想問一下張先生 為什麼會選擇EC House這個平台去配對你的裝修呢 Hello Macy 你好 市場上面都有不同類型的裝修平台比較公司 其實我自己也上了去不同的社交媒體去做一些比較 最終就決定了選擇做EC House 我想原因主要是因為他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給到三間不同類型的裝修公司 或者社區公司給他做一個比較 我也想再問一下為什麼你們會突然想有裝修這個鏈頭呢 其實原因都很簡單 因為本身我自己單位是自住 其實都住了20年了 其實本身裡面一些原本的裝修都已經開始折舊了 加上也因為20年 越來越多不同的物件都放在這裏 變成其實那個深入空間都不是那麼大 變成跟太太商量過之後 不如都20年了 不如去做一個比較大型的裝修 變成就引申到這次找到公司的幫忙 那在這個單位的裝修裡面 你有沒有什麼設計的特色 或者裝修的意念想裝修公司加進去的呢 正如剛才所說的收入空間很重要 因為本身都實施了太多質疑 另外本身就是一些自己的原因 因為我本身都很喜歡收藏一些figure 或者一些日本漫畫 變成希望出來設計的時候 可以有足夠空間給我擺放我的figure 或者一些漫畫 另外希望盡量以簡約為主 有這樣的想法就給了裝修公司 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櫃有什麼收納特色呢 好啊 剛才我都說過了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雜物 我都尊重希望有收納的地方多些 其實其中一個秘密的地方可以叫做 就是我本身有一場很長的鋁梯 我都要求公司 能否把鋁梯收藏了之後看不到呢 變成櫃裡面有一個收納特色 同鋁梯其實就要抗誘它 然後一生一半就見不到同鋁梯 這個可以叫做這個櫃 可以叫做一個特點 這個似乎又是另一個特色位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 這麼特別的裝置是怎樣用的呢 什麼事你真是聰明 讓你也看到一個這麼秘密的位置 其實這個是我其中一個工作台 本身這個位置就是放電腦 電腦的話 照片面就會有一個打印機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用來放打印機 變成一個打印機 如果真的要刷紙的時候 我就可以拉出來 如果我不用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推回收納 接著放回收納 也是完全收納了 看不到有一個打印機 那網絡就會很整齊 整個空間都很歸一 沒錯 張先生剛剛聽你說 都喜歡收藏你的伏格 漫畫 是不是就是這個位置 展示你的心頭號 沒錯 其實當初設計這個電視櫃的時候 我其中有很多人 都希望裝飾公司幫忙 可以擺放到我的伏格 變成就具備上我的想法 設計了這個電視櫃 始終伏格都會有不同的尺寸 高度 變成它也有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設計了這個電視櫃 你看到有些可能是長方形 有些可能是四方形 有些可能是四方形 也有些是用玻璃做的裝飾 我看到之後都非常滿意 很有特色 胡主都跟我分享了 因為女兒都大過了 所以都預留了這個房間的空間 給他設計 他都加入了很多儲物的空間 可以放他的衣服 化妝品、飾物 以及設計了一張書桌 給他溫習 就像一個博物 作為一個環境 尺寸的相處 當我們是在家中的公司 當我們是個男人 便是由由在家中在相處 用相處的地方 或者是從家中之外 而 т. 至乎 從家中的樣子 他們都會把他任何在家中 希望你們看完這段影片 都可以有多點idea 可以知道怎樣裝修設計 有多點收納空間 如果你們都喜歡我們這段影片 記得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想放上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 塞了 大鑊 嘩 瓷盆的玻璃膠發霧 怎麼辦 Easyhouse 會因應你的預算 和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 補價 當你選好了公司之後 那我们的配对专员还会陪你一起见证签约 确保你是明白合约的内容并且同意才会签约 在工程开始之后 我们的配对专员都会定时上到你的单位 帮你视察工程进度 确保工程进度良好 那一般全屋装修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在工程期间 如果你有任何装修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们的配对专员 Easy House 赞你装修设计 安枕无忧 还有我们Easy House 整个服务都是免费 完全没有额外收费的